今天我們講回正題 葉劉淑儀昨天一年兩星期 我不知道彭博何時訪問 他出街就是昨天 彭博是一個震撼彈 昨天使股市由倒跌變色 跌跌步升 波幅三百多點 是令到很多人 尤其是地產股的波幅 是十個百分之一 跌跌倒升 六七個百分之一 這就是葉劉淑儀所說的 香港政府只是考慮取消 對著中國大陸人士取消DSD 第一個就看到葉劉淑儀不熟悉 他講這個話題 本身我不相信他沒有準備 葉劉淑儀不是那麼通才 當然對某些保安事務 葉劉淑儀很熟悉 對於或者立法會會議裡面 我相信他有看文件 所以在立法會議裡面討論的事項 他一定有一定程度上認識 但是對於平時在坊間他的發言 包括我見到他的訪問 其實葉劉淑儀的通識其實是很一般的 不是那麼高班的 而且很多時候 他完全不理解那個事項的一些本質 或者完全誤會了那個事項 第二就是特區政府當時 當時殖民地政府在決定交還香港的時候 之後所有賣地減除了成本之後 就將收益撥落土地基金 儲給新的政府 即是儲給特區政府 這個這麼簡單的一個安排 原來他都不認識的 這個可以看到他做議員做了很久了 理論上他應該給任何人都認識的 因為特區和之前殖民地的事務 他都認識的 那時候是官來 但是可以看到他其實通識是弱的 他說自己訪問了20分鐘 不夠時間給他解釋 這些是直接說你的 直接說你的 這個就是多鬼魚的 直接就是推堂 是直接不負責任 直接就是integgity 即是誠信也有問題 自己說錯話 你大方承認 是沒有人會怪你的 如果你說錯了 你大方承認 當時其實是因為訪問短促 他目的是為甚麼 而說錯了 現在是向公眾 引起的不變 以及引起股市的波動 公開道歉 這樣其實已經解決這件事了 但是二樓淑然 是不公開道歉 他反而就說 我已經匯報了給李家超 和知會了台政司司長 匯報和知會兩個字 某個程度上 他就說 覺得我要向李家彪匯報 因為他高級的我 陳茂波是低級的我 我是第七位 我是排第七位的憲制上 所以陳茂波我是支援他 結果要陳茂波出來 澄清 香港政府沒有討論過 為甚麼陳茂波可以這樣說呢 我相信香港政府可能有討論過 為甚麼陳茂波說沒有討論過呢 陳茂波可能在捉住自室 我相信這件事就錯了 就是通識他也不認識 DSD已經是完結了 沒有了DSD 現在已經沒有DSD了 現在DSD已經用BSD代替 如果適用於海外買家 或者中國大陸的買家 其實現在在說 它是ASD和BSD AVD或者是重駕印花稅 就是香港人一般人都要apply 就是全部人買賣物業 都要給重駕印花稅 如果你是普通香港人 是未買一個樓的 你重駕印花稅 跟第二列表 是低級上的 你買很便宜的單位 一百元而已 然後就沿個比例去上 如果你本身是買第二個單位 或者本身已經有買賣歷史的話 你就需要收15%還一 即是第一個重駕印花稅 又或者你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你都要收 或者是公司的話 都要收15% 另一方面 如果你不是永久性居民 你另外就要買家的話 或者是公司的話 總之你不是永久性居民 無論你是新移民好 或者你是中國大陸的人好 總之你未去到永久居民身份的話 你另外要收BSD買家印花稅 15% 即是一個葉劉淑儀所形容的 國內來香港 譬如內派或者讀書 他很有錢的 但未香港住本7年 你拿到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證 他買樓的話 他要給AVD或ASD 以及BSD 總共15加15% 30% 如如淑儀所說 要豁免的話 應該是說第二個就是BSD 但他講了一個已經取消了的稅項 叫BSD 雙倍印花稅 這個可以顯示 第一 二樓淑儀是不屬書 但是他背書是有目的的 我覺得他有目的 因為 我覺得他的目的在於 二樓淑儀在做訪問之前 據我所知道 從記者身上知道 二樓淑儀是要事先知道你問他什麼 他不是用任理問而暢所欲言 就著訪問會講什麼話題 他是會先理解 之後才決定接不接這個訪問做 而其中彭博是特別一點的 彭博是懷疑 我純粹懷疑 你記不記得林鄭月娥在特區政府 在反修例運動之後 他曾經找一個國際的公關公司 幫香港政府說好香港政府的形象 這個當時是曾經引起社會的熱議 究竟這個公關公司 是用了什麼的方法和工具 去幫香港政府 使香港政府去洗白 或者香港政府解釋政策呢 其中我留意到國際新聞當中 英文媒體當中 我也有看英文媒體 彭博是久不久出現一些 有些思覺失調型的文章 那些思覺失調型的文章 通常就是訪問香港政府官員 跟著官員會大幅唱好 香港的政策或者現況 然後彭博也會用那個官員的聲音說出來 這個人跟彭博一直是比較中立地討論時事 或者經濟的事項是有些不同的 有些像propaganda 有些像一些宣傳文章 在彭博裏面出現 在彭博裏面出現 是比較常見的 你看到無論葉劉淑儀今次 或者之前林鄭月娥 或者甚至乎之前的鄭若驊 全部都是經彭博的訪問 去發表一些澄清或者讚好香港政府的意見 這次葉劉淑儀的訪問 我不相信她跟香港政府 這一個可能 或者我不相信 我覺得可能跟香港政府 請了國際公關 講香港故事有關 所以可以想像 無論彭博記者問的問題 或者葉劉淑儀的答案 你昨天如果聽過訪問 你看到訪問 她完全全部都是正面的 記者沒有試過挑戰 葉劉淑儀 大家看看葉劉淑儀和外媒的訪問 第一 如果有人覺得她英文好 我真的有點不敢恭維 當然她考英文考得很好 但她講英文 我是覺得一般 第二 本身她在DW 德國之星 或者BBC的訪問 你看到這次彭博這三個訪問 你看到葉劉淑儀的態度是完全不同的 在DW 即是德國之星 或者BBC 她是非常非常抵抗的 不斷搶港 不斷去罵主持 但這次彭博 是跟人比較有友善的 而彭博記者問的問題 一點都不尖銳 全部都問一些 似是Propaganda的問題 似是香港怎麼可以復蘇 香港怎麼做好些 去問一些這樣的問題 而且彭博記者答完之後 她再扯的問題 都全部基本上是正面的 但彭博記者很容易回答 也似乎是由備而來的 這次由備而來之下 無端白事講DSD 政府就說了她沒有就權 例如屬宜 甚至有人又犯了一次例 在《明報》的三半三文章說 就說行政會議沒有討論過DSD問題 這個很嚴重 因為本身行政會議的內容 是要保密的 是有沒有討論都不應該拿出來說 有討論和沒有討論都不可以說 不只是討論了什麼 怎樣討論 誰有什麼取態 那樣東西沒有討論的 都不應該拿出來說 行政會議說過什麼 沒有說過什麼 都不可以隨便拿出來 這次可以看到 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一個召集人 所說的話 可以令到香港股市 當時跌百多點 到升百多點 內匯三百點 當大家知道不是 當大家看到 才會出來澄清 政府傳出來說沒有這樣的事 然後股市馬上就跌回 結果收市還未跌 這個可以看到 這樓水月昨天其實事實上 是影響了股市 而且二樓水月有機會 影響到香港人入市 現在香港人入市相對謹慎 發展商不斷便宜買單位 但如果月樓說話有機會放寬 會令到一個假象 甚至後來澄清了也好 這個假象會留在一個 香港公民的心目中 認為香港政府可能 會考慮放寬樓市辣椒 而放寬樓市辣椒的第一招 大陸人來香港買物業的一個BSD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陸人來香港買物業的價錢便宜了15% 比現在買便宜了15% 即是香港樓價 就算升5% 它仍然便宜了10% 這個心理狀況可以推高樓價 但推高是不會因為這樣推高上車盤或小單位 為甚麼呢 因為上車盤或小單位 在大陸人眼中是不買不過 而且大家要知道 他買第一個單位的時候 他買單位時要15% 再買的時候 他每一個都要付寬稅 如果越買得多 對它們越不著數 律師費等等 又或者國內人眼中 是不喜歡小單位 他們閒閒地 七八呎單位都覺得小 一定單位一定過一千呎 所以這個措施 可能只會對豪宅市場 一個比較成熟的買家市場有利 你對於一個散戶市場 一上車盤 其實是沒有一個特別的利益 當然 一些地產公司一定出來唱好 希望多些人入市 亦都相信地產經紀 在跟客人談的時候 這肯定是一個正面的話題 你記住大家 要特別提一提 二樓淑儀說的話 是完全應該不存在的 她說的話 完全沒有份量 也不應該相信 不要因為二樓淑儀說的話 令你改變了 你決定置業的立場 本身的立場 本身的考慮因素 你自己的供樓能力 如果下跌之後 你成不成功 如果下跌的話 你心理上 或者你覺不覺得有問題 如果你是買心頭好的 他明明是想著下跌 你下跌10%的 你也接受的 現在價錢你覺得OK的 你也喜歡的 你買也無妨的 不過你喜歡看多一點 大家現在買樓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看到 樓價 即是單位赤價很低 發展商開始 在單位赤價裡玩 這不是沙士03-04年用的招數 當時用低價 一口價 送車位 零首期 用這些方法 現在基本上 因為首期有些限制 所以譬如有些發展商 自己會定立一個包案揭 即是包一個呼吸計劃的方法 去幫助人上車 其中他壓低了單位赤價之後 就會令到本來上不到車 即是本來夠不夠壓力測試的人 可以上回來 是到壓力測試 或者將門檻降低了 這個門檻降低了之後 其實這班人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剛剛好 而且他的收入相對低 相對沒有那麼高 他未必的工作是那麼穩定的 接下來下半年的經濟可能差 如果失業就很嚴重 然後他勉強上車 當然可能他延遲還款 Kili-klat 又或者Terms 令到他覺得舒服 但是舒服幾年而已 幾年之後 如果股市不好的話 他要受罪 再加上他有幾個因素 原來發展商只是把利息推在後面 利息是高於市面的 如果你是做H on 利息是很低的 但是現在只是一來幾 如果你是用發展商按揭 利息是高很多 是批掛歐的 即是說 你給出來的利息支出 是多於你買其他樓很多很多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因素 即是說 現在你給的利息支出高 而跟著 加上樓價相對低 你加上樓價再加利息支出 其實你是比單位赤價更貴 可能比同區更貴 這是要注意的 不是便宜了 即是說大家買樓的時候 第一 就不要因為熱樓屬如說的說話 令大家出現心理的正面因素 從而改善了 或加速了買樓的決定部分 第二 你如果決定買的時候 你不要只看樓價 不要只看成交價 你還要看你在計劃裏面 要供的利息開支 加上樓價才是你在樓的成本 如果要成本 本身是高了很多 你會發覺 你計算一下 現在三個便宜的新盤 包括掃鋼 包括屯門 包括上水遠一點的地方 大概這三個盤 都好像標榜廉價 包括平價 甚至將軍澳 日出看成有的盤 都是標榜廉價 但是大家要計算一下 在標榜全低的赤價之後 你不要只看赤價 你計算一下 如果你需要用發展商提供的 一個呼吸計劃的話 你計算一下 利息是多少錢 你計算一下 提早離開呼吸計劃 即是說 你改向銀行按揭 究竟可不可以 如果是的話 你硬性計算一下 estimate一次 你究竟總開支是多少 你發覺 原來赤價最便宜的盤 並不是最便宜 而且掛錢 基本上等於現在的市價 是根本沒有便宜 所以大家要小心 現在你屬於 當然沒有人可以懷疑到 沒有人質疑到 因為事實上 沒有人跟著他 沒有人知道他跟發展商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跟發展商會經過 但是他一連兩日 是不斷說一些和發展商 或者大家族 有利益關係的事項 包括 明明政府已經決定了 就是收回 粉絲哥爾夫球場的一法地方 長條形的 當中會建一些公屋 規劃如懷 他都說應該不需要 這個很離譜 這個根本就不應該出現這些話題 第二 他作為一個政黨 幸好行政會議成員都不應該 第二 就是無端白示 或者取消一個根本不存在的稅率 就是DXD 這個似乎有鋪排而來 如果他真的 如果有人 真的跟發展商私通 是收了發展商的利益 收發展商的捐錢 甚至收發展商的款待 而幫發展商講一些刺激樓市 或者刺激他們股價的行動的話 這個非常折蕩 是極度折蕩 當然我不是說二樓淑儀這樣做 是說如果其他政客 將來未來 如果發展商用的方法 是希望政客唱好的事情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折蕩的事 無論發展商 無論那個議員 或者那個工作人物 都很折蕩 希望大家特別警惕著 二樓淑儀 他這次完美示範了 當時我說的問題 大家記得 在7月我不斷說的 就是二樓淑儀 這一種大嘴巴的性格 或者他喜歡口沒遮難 其實最終一定出事 這次的事情其實很大 二樓淑儀應該欠香港人 欠所有人一個公道的道歉 他應該要道歉 他應該就自己的失言 是道歉的 不應該再死雞撐飯 說不夠時間 又說自己代表政黨意見 然後還扭曲 就說代表政黨 我政黨將會在施政報告提出的建議 這些完完全全是欺騙香港市民 侮辱香港市民的智慧 二樓淑儀應該出來道歉 也要警惕自己 不要再亂說話 這是很不應該的 你不能夠說 我今天說的話 我是戴著三民黨頂帽 明天我說的話 這一秒之後 我說的話 就是代表行政會召集人 根本的身份是不能隨下的 身份是永遠存在的 而行政會召集人的身份 是比較高級的 他是特區政府 在憲制裏面 是排第七位的一個 最高領導人 所以二樓淑儀一定要警惕自己 不要再大嘴巴 不該出來道歉 也不要再千萬不要 出現同一些利益團體 或者利益關係的 有利益的一方 是有一些桌底交易 去說一些話 去幫助他們 這是非常非常之不好的 非常之成事有問題